我们永远没有准备好的是飞涨的油价 那么这位问奖又碰上了倒霉搭霸王车的乘客 可以说是非常倒霉 一路从台中载他到新北市 那么这名乘客下车之后 他说他要去网咖办点事 但从此人间蒸发 总共车资高达3700元 所讨无门 他气急败坏的报警 也把行车记录器拍下来乘客的样子 偷上网 回升十点多 红衣男子以下计程车 从网咖后门 两脚并一脚快步冲上楼 进到网咖里 再从前门跑出来 心虚左顾右盼 男子穿红色上衣 戴眼镜牛仔裤 年纪大约二十多岁 就是他没钱竟然搭小黄搭霸王车 晚上八点多 红衣男子挥手拦记乘车 一上车就表明要从台中坐到台北 问司机这样要多少钱 对 我到三重一下 然后拿东西我要到中和 多两百可以吗 这样子是三千七 好 由于了老半天 讲好价钱 计程车一路从台中中青路 开到新北市三重 乘客表示要拿个东西 再到中和 用讲心以为真 再到三重一家网咖前放人 不过等了老半天 不见男子中印 才发现市场骗局 游价不断上涨 还遇上恶劣男子搭霸王车 白白损失车资三千七 温奖气得牙痒痒 立刻报警 把影片po上网 要揪出这名红衣男 这期为李孟章 安公养卖杨荣 西北市报道